第161集 年初一的聚会 第二天早晨 也就是大年初一 住在京师的驻国大将军们都聚集在了中华殿内 隋文帝自北周末年 以大丞相身份执掌朝政以来 就一直着手于对自西魏由宇文泰创建的辅兵制度进行改造 其间大的改造有两次 第一次是在北周末年到隋朝初年 此次改造有三个特点 一是淡化浓厚的鲜卑部落兵制色彩 以加速军队制度的汉化 二是 削弱军队的地方性质 将明目繁多的地方军队纳入朝廷的掌控之中 三是 扩充和加强辅兵建制 十年之后 当北方突厥 土玉魂等被逐一降服 陈朝灭亡 国家统一和安定之后 隋文帝又于开皇十年对辅兵制度大刀阔斧地进行了第二次改造 其举措亦有三个方面 一是 兵农合一 以往的辅兵与百姓是分离的 自此以后 军事皆属州县 墾填及杖 亦与民同 二是 霸去山东 河南以及北方边缘地区设置的军府 过去 北方的几个军府是用来对付突厥 土玉魂等入侵的 山东 河南的军府则是用以对付陈朝的 国家统一 藩邦势力减弱之后 军府全部裁撤 三是 更进一步加强了以十二位统领各州的阴阳府建制 至开皇十五年 文帝班照 收天下兵器 赶有私造者 作之 从而使天下军兵以及武器完全置于朝廷的掌控之中 尤其是通过对辅兵的第二次改造 不仅精俭了队伍 减少了朝廷开支 同时 经过兵农合一 还增加了国家的税收 而更重要的是 朝廷对军队绝对控制 起到了维护国家统一和稳定国防的作用 不过 尽管如此 也还是有像李贤这样 敢冒天下大不为的造反者出现 当文帝说明正值新春佳节之际 却召集众位祝国大将军来朝的原委之后 已经有几年没有打过仗的将军们 皆跃跃欲试起来 首先站起来请应的是晋王杨广 他说 岭南之事 一计扬州总管府之事 恳请父皇让儿臣带兵去舔灭逆贼 在平灭陈朝立下赫赫战功的上驻国大将军 赫若碧 已经摆脱多年的伤病困扰 此刻 亦精气神十足地 要求前往活捉礼贤 当众多将领争先恐后 要求荣立新宫的时候 唯独一个人始终置之度外 此便是职位最高 资格最老 功勋卓著 位居幼武侯大将军的于庆泽 皇上对于庆泽的不闻不问 十分不满 因而偏偏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他指明道 于大将军论职位 功输宰相一己 爵位已知上功 今国有贼人作乱 忠将军皆争先恐后 表示要前往平乱 唯独只有功却无动于衷 是何缘故 于庆泽闻言 这才于慌乱之中下跪请罪 并且解释说 臣最该万死 方才 一是觉得 以山林谋贼 何足道歹 二是看到许多后辈 都自告奋勇了 以为用不着老臣出马 才为主动请应 那可不行 阳兵千日用在一招 平臣时 考虑到防卫北边的突厥意识很重要 才未让功出马的 而今功已经多年属于战阵 此次是否能够屈旧 代表朝廷去岭南走一遭呢 臣遵旨 于庆泽听出了皇上话中有话 冷汉已经从额上浸了出来 接着 文帝便立即下诏 任命于庆泽为贵州道行军总管 并要求他稍事准备 尽快启程前往岭南讨伐礼贤 散朝的时候 晋王阳广走下中华殿的台阶 见前面就是优伟大将军袁咒 他紧走了两步 与之搭身道 老将军 近日可好啊 袁咒回头一看 见是晋王 急受宠若惊得道 哎哟 是晋王啊 咱这把老骨头还能蹦达蹦达的 晋王可好啊 好好 杨广点了点头 他说 许久不见老将军了 一直惦记着 啥时候有空啊 能来府上喝一杯 续一续 好啊 袁咒喜出望外 真是不知晋王何时得空 就今日下午吧 行吗 过几日 咱就要回江都去了 行啊行啊 那就这么定了 杨广与袁咒拱手作别 准备上了自己的车架 便马不停蹄地去了杨约家 年初一的新年聚会 是由晋王与杨约早就安排好了的 不一会儿 又蒲叶杨肃已应邀而来 之所以安排在杨约家里 是因为与之相比 他的身份较低 不大打眼而已 杨索当然也参加了 祝国大将军的朝会 他是在圣上回宫之后 才离中华殿的 所以比晋王晚了一步 杨肃见到晋王 开口便说 众人走后 圣上的愚怒仍未止息 此次出庄岭南 原不是打算派武侯大将军去的 可是他偏偏不自重 竟当着圣上 在诸多祝国大将军面前摆谱 终于使圣上忍无可忍 点了他的名 圣上对武侯大将军心存芥蒂 恐怕不止今日这件事吧 杨约说 东智杰去东宫朝贺 就是他领的头嘛 怪到呢 晋王此时方才恍然大悟 咱正纳闷 父皇为何要如此兴师动众 舍尽求远地 从京师和北方调兵遣将 其实打个礼贤还不简单 咱们只需分派郭眼前往 至多就领一万军兵 不就收拾干净了 皇上此举 还有另一层想法 杨肃解释道 圣上这么做 是要借此向世人宣誓 朝廷的恩与威 无所不大 岭南那地方 地处偏远 人口混杂 那地界的官民 也总以为山高皇帝远 朝廷管不到他 此次造反的李贤 据说就是前朝武帝灭旗的时候 从向州流寸到那地界去的 哦 杨广此才领会到了皇上的良苦用心 三个人聚会 地位最低的杨曰 只是偶尔敲敲鞭鼓 待两个人说话 告一段落的时候 他才有插空提醒说 请两位里边坐吧 菜都上齐了 杨曰的客厅里面 还有一个不知雅致的小房间 可以容三几个人喝茶 说事 这时候 一张古朴的桌子上 已经是热气腾腾 三人坐定 适者已然离去 气氛 便陡得变得肃穆起来 杨广 自幼便称杨肃为书 长大之后各自为官 异常在朝廷 或者是各种场合相见 书职之间 一直都相处得热乎而融洽 可刚才还是热热闹闹 谈笑风声的场面 仅换了一个房间 怎么就反而冷场了呢 几年前 自宇文树从江都赴京师 密会扬约 转达了晋王想当太子的心思 并表达了想请杨肃从旁 筑起一臂之力的愿望之后 杨肃一开始就十分地谨慎 没有回应晋王一个字 其后二人亦在上朝 或者是公开场合 心道不宣地见过数次面 并都一如既往 做一般的寒暄而已 而此次的约见 就显得有点 非同小可 因为此 即意味着杨肃 已经看准了风向 并下定了决心 换句话说 晋王杨广将来若真的做了太子 并进一步还做了皇上 大家 也包括杨约在内 没得说的 皆是一荣俱荣 倘若失败了呢 便将一损俱损 杨约虽然身有残疾 可是心却是十分灵动的 他从热水盆中 取出了一把西九壶 先给晋王 接着又给兄长 最后才给自己 蒸上了一杯热酒 其后举起酒杯 他说 今日啊 是大年初一 咱敬祝晋王和兄长 新年皆有新气象 杨肃见晋王端起了杯子 自己才端杯 三只酒杯碰在一起 然后各自一饮而尽 室内的气氛便由此 骤然转暖 酒 确实是个好东西 刚才还略显尴尬 冷清这场面 因为酒 由音转暖 平日里难以启齿的言语 也因为酒劲上涌 便百无禁忌 一戒寒窗中的书生 一旦金榜提名 在官场打了几个滚后 酒量一随官职 节节攀升 接着 杨约又争了一轮酒 杨广瞎了一口之后 首先把昨天晚上 家宴中发生的事 述说了一番 并着重讲了 父皇对太子 和对自己的不同态度 杨广说话的时候 杨肃和杨约 都听得十分专注 待他说完之后 杨肃才语重心长地 对杨广道 还是那句话 此事呢 就像咱往日 对杨约说的那样 不能操之过急 更不能随便 猜想圣上的某句言辞 尤其不能依据揣测 去做判断 否则必将误事 甚至会嚷出大祸来 此一时 彼一时 情况与环境变了 圣上的态度 难免就会有所改变 但是 一费一力 事关重大 牵扯面 也是极广的 即使是圣上 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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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恐怕 难做出 断绝呀 可是咱已经 静候几年了 何时 方能见分晓呢 咱已经做了 几年的努力 为什么 承孝并不大呢 杨广着急地问 成效还不够大吗 杨肃摇了摇头 他说 圣上不是已经在大庭广众之中 对太子公开表示不满了吗 今日 不是又把领头到东宫朝贺的于大人 也拆遣到岭南平叛去了吗 还有啊 咱跟晋王说句实心话 咱如果不是看到圣上的态度 有了明显的变化 咱今日 敢与晋王坐在一处 私下议论 此等 关乎身家性命的事吗 不过 一句话 不能急 火候不到 一切皆存便数 哎 不知父皇还在犹豫什么呢 对于他来说 只要决心已定 一费一力 不就如同小丛半豆腐一般 一清二百 一目了然了吗 事情哪能如此简单呢 杨素委婉地说 先知不在其位 还领悟不到高处不胜寒的感觉呢 如果就这么平白无故地将太子费了 众臣能服吗 此事有备常理之举 你晋王突然被立为太子 还有秦王 蜀王和汉王呢 他们亦能口服幸福吗 这对于圣上来说 手掌手背 皆是肉呢 凡此种种 亦是半会难以摆平的事 还多着呢 那 那还要等多久呢 这可就难说了 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 我等只能耐心地静观其变 总而言之 如晋王昨晚在宴席上 一气一急 便当众甩杯之事 切记 不要再发声了 这点小事都忍受不了 难成大事呀 当杨广 喝得半醉 回到晋王府不久 元昼就应约而至 此时 有管家进来报说 要为大将军元昼来访 晋王愣了一下 然后问 谁 管家重复道 是又为大将军元昼 他说 已与晋王有约在先 哎呀 看咱这迹象 杨广这才猛地想起来 今早上朝碰到元昼 请他下午来府上小聚之事 于是振作精神道 快请元将军进来 管家去门口迎接元昼 一旁的萧飞 却是着急地说 看你都合成什么模样了 还能出去见人吗 不打紧哪 快给咱拧一把帕子来 接着 就有下人递来一条热气腾腾的诗布巾 晋王就是开了一把脸 顿时觉得神清气爽了许多 萧飞则亲自为其整了整衣冠 就出房 去见元昼去了 却说 这个元昼 便是北周末年 陪侍大丞相杨坚 去赵王府赴鸿门宴的那一位将军 那时候 杨坚在赵王府中喝得神魂颠倒 府内正欲对他开杀戒 就凭元昼的果敢 睿智和忠诚 一举将大丞相 从鸿门宴中救了出来 自此 文帝便一直把元昼 放在自己的身边 而今 更是让他担任了 右卫大将军